你感覺比較少陷入滴潮 有 好不好 滴到爆欸 我也是會 這邊就可以配樂 梁文英的 我不是你想想 那麼勇敢 對 就是 也是有這個時候 很多這個時候 可能跟朋友聊天 如何橋下打小人 沒有啦 沒有這個 我的個性本來就是這樣子 就是 從小就很喜歡分享 一些 好笑的也好 因為我很喜歡看到大家 因為我 然後 把他大笑 然後因為我爸從小就 拿那個攝影機在那邊拍嘛 所以我們不是第一代YouTuber 我們只是沒有上傳而已 對 然後很習慣這樣 然後 看到同學 就要跟他分享說 我準備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 然後 在國小的時候就很喜歡模仿所有的老師 所以 也是很自然而然的走到現在這個樣子 這年開始讀裝飾 然後開始接觸很多心理學 會 讓自己更放鬆 好像有沒有 得獎 真的不是我心中最 最 重要的事情 當然有得是開心的 以前都會說有夢最美 現在會覺得有夢最苦 就是你不要一直把一個目標設定在那裡 然後你拿不到你就是會一直難過嘛 那現在我就是 會讓自己放寬氣 你以前認為就是 遲掉節目 真的覺得真的需要休息 我覺得我現在更懂得取捨吧 因為以前我就是太想要什麼都做 本來就是睡得很少 然後 然後 在其實體力已經不堪膚的情況下 我硬去做 很多事情 大家都以為我有錢錢 連 校長期老師都問我說 你在外面有缺錢嗎 我說 沒有啦 他說 你賺錢是好嗎 嗯 嗯 因為我之前有 有跟大家說就是 反正我在結婚之前呢 我都會宣傳 都跟大家說我就是單身 單身嗎 對對對 但但確實也是這樣子啦 確實也是 你自己看我現在 有這麼多 煩心的事情 然後再加上 因為我 我們家人就是我爸媽 對於這件事情 他們比較 看起來很開明 但是他們是相對比較保守的 他們只要看到 可能跟工作無關的新聞 就是 他對他們來說 這次都是桃色新聞 就是緋聞 他們覺得不好 所以其實之前 有一些相關的新聞出現 其實我們家都會 蠻不愉快的 對 所以我才會 希望就是大家 很別focus在這件事情上面 那我覺得 嗯 不管我到底現在 有沒有跟 這個人在一起 或是 另一個人在一起 或是怎麼樣 我覺得就是 反正我現在 自己把自己照顧得很好 對 一個人 確實是這樣 確實是這樣 我沒有騙大家 沒有抵押 我可以看的 沒有抵押 如果 clumsy